政府将再拨款8400万元支持航空业 加大力度协助受冠病疫情冲击的航空公司和员工 民航局发表文告指出 航空业依然是受到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行业 眼下边境限制还没解除 加上许多国家疫情反扑 航空旅行短期内不会恢复 政府因此必须继续为行业提供支持 协助企业和员工度过这场危机 政府将提供资助 支持企业实施 以及采用创新科技及防范措施 包括飞机和行李消毒设备 保障机场员工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2000万元将用在帮助员工接受再培训 保持与时并进 为了鼓励企业继续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力 民航局将为航空业发展基金再注入2500万元 交通部长王以康在社交媒体Facebook上载的视频指出 确保航空旅行安全恢复是一大重要任务 除了逐步开放边境 我国也将为疫苗运输 做好准备 好准备 好准备 好准备